谢霆锋自报最后悔的事情,跟张柏芝一婚,网友,自作自首。 H.E.L.L.O.大家好,我是小智常说,每天都会说说娱乐。 影视类型的文章,还有一些精彩影视片段剪辑。 欢迎大家关注小智常说,娱乐,影视不迷路。谢谢大家。 好了,我们言归正传,今天来聊聊两位娱乐明星,相信大家而很熟悉了。 一位是谢霆锋,一位是张柏芝,当时他们还没离婚的时候。 可谓是娱乐圈的安爱夫妻,有两个儿子,婚姻幸福。 但是好久不长,这段婚姻关系维持了不到六年就结束了。 人家长说七年之痒,他们最终没能够度过,有点可惜了。 所以最近谢霆锋自曝当初离婚的原因,这真相才浮出水面。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比较冲动,有点属于一见钟情那种。 因为当谢霆锋看到张柏芝的时候,感觉他就是他要找的一辈子的人。 而且谢霆锋看重的是张柏芝对他的信赖,不管生老病死,张柏芝都会陪伴他。 在他们离婚后,有一次在节目中接受采访,当被问到谢霆锋。 过去的时间中,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谢霆锋就这样回答说以前就比较沉迷于游戏,然后感情上就慢慢的淡化。 对于感情也没什么太多的感觉,而且跟张柏芝离婚也是最后悔。 但是这离婚跟王菲没有关系,都是张柏芝猜疑。 然后就不断质疑我所导致,当听到这段话的时候。 相信很多网友觉得离婚主要是谢霆锋沉迷于游戏,不是王菲的问题,但是。 很多网友就不认同这样说法,觉得谢霆锋在狡辩。 而且离婚后就跟王菲复合,貌似一切都是按计划进行一样。 后来谢霆锋的经纪人也回应道,她不可能跟王菲结婚,毕竟王菲搭谢霆锋11岁。 都年过一半50岁了,这样没有结果,等不起也耗不起。 最后,小智不禁感叹一句,也许她们缘分已尽。 张柏芝也曾经享受过来自谢霆锋的爱,但是也只是短暂拥有。 可惜不是天长地久,而如今的张柏芝不仅仅不弃也。 还努力地工作,在处理母子关系中,处理相当好。 以后的路还很长,希望我们张柏芝越过越好。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对他们这对曾经的夫妻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喜欢小智常说的小伙伴们,不要忘了点赞加关注哟。 而王一博情绪波动幅度有多大,又踢又踹还爱摔东西,粉丝却觉得很酷。 近期有网友汇总了王一博出道之后,在各种公共场合情绪激动的动图。 在这其中并不全是发脾气,还有很多是动作幅度很大的动图。 看舞完让人觉得,王一博真不一定是一个冷静的人。 这是在综艺节目里的一次游戏,当时王一博的脚被道具缠住。 在女嘉宾帮忙拆除之后,王一博似乎感觉非常尴尬。 于是就使劲踹了一脚道具,把道具直接踹飞出界面。 能想象到当时粉丝们尖叫着说王一博很酷的样子,最后还给我们留下一个帅气的背影。 而在,这就是街舞三中,也同样发生了王一博摔凳子的事情。 王家尔的表情都亮了王一博当时应该是想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 不过谁曾想居然是用摔座椅的当时表达? 这要是更高端一点的LED舞台,那估计不得摔出个三长两短。 非常经典的跺滑板事件,这件事略有了解,粉丝们都是用滑板文化来洗白的。 不跺稀碎应该就是不尊重滑板吧。 在赛道上摔摩托,这个比赛无话可说,明显是王一博被抠了。 由此可见王一博表达愤怒或者惊异的下意识动作就是抬起手,不过幸好双方当时都没受伤。 王一博可担不起受伤的后果,这件事是另一名赛车手的锅。 同样是摔滑板的庆祝动作,一旁的队友们表情倒也都没什么古怪,所以摔滑板这件事应该是可以被理解的。 在《陈情令》《神秘的花絮》里,王一博当时和肖战打闹的样子也很令人印象深刻,从嘴形和眼神可以得出。 王一博真的很会吓唬人,而且和肖战在一起变得相当的幼稚。 嘴形里念叨的要么就是N.E.N.G.死你,要么就是脏话,反正C.P.粉门磕声磕死。 在录制节目的过程里,王一博甚至还踹向警察叔叔,真是个追求真实的一根筋男爱豆。 对此网友们评价,皆是批评,文化不高知识储备不够所以一切都只能爆粗口和暴力解决于乐圈允许推出这种无素质。 无法自控的人当偶像,要给年轻人做什么样的示范。 他一个人,全副武装地踹了真正的警察。 王一博能有什么花心思呢?只是想耍酷罢了。 我惊了,没见粉丝觉得很酷暴力狂还有之前在《陈情令》剧组。 大家最后一期说冲鸭然后合影,其他人都高高兴幸他就特别不耐烦。 然后好像是因为罵了一句脏话其他人都转过头看他, 肖战拍了他一下想当开玩笑缓解气氛。 他就特别用力地追着肖战打,还刻过,你觉得呢? 三肖战北京台春晚穿着高奢吃和饭,细节暴露可能就是单纯配合节目组拍视频。 欢迎来到清欢文字,本篇文章主题,肖战北京台春晚穿着高奢坐在桌角吃和饭,细节暴露可能就是单纯配合节目组拍视频。 今年的春节年假已经结束了,祝各位朋友们工作快乐。 年假期间各位知名娱乐艺人纷纷营业,肖战更是在大年初一登上了两家卫视春晚。 再加上央视节目营业,营评时长一小时左右,粉丝福利很足啦。 以至于到现在还有粉丝在争执两家卫视春晚舞台哪家更加精彩。 一方粉丝表示东方卫视一镜到底对脸拍再配上肖战的严和服饰简直太绝了。 一方粉丝则表示北京卫视春晚摇滚乐太出圈了。 毕竟今年的北京台春晚收视率名列各位是春晚第一。 这让更多观众看到了肖战不一样的一面。 不仅可以像这些一样,也可以激情四射。 东方卫视用心,北京台也不错。 据悉,北京台的一个蓝V已经连续七天给肖战粉丝开小灶了。 就是在春晚结束之后还发肖战的北京春晚花剧。 而且连着发了七天,直到今天才恋恋不舍的挥别。 然后表示期盼肖战演的电视剧在北京台播,播了之后会继续奉献花剧剪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